其实几项因素分析下来 那当然我们就以可能性的 高或低降排下来 那现在是不是有可能 飞行员的这个状况 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现场我们要请教于教官 只有你这个有经验在高空上 所以就说当一个飞行员 在以昨天的状况 在六七千公尺的这个高空上 到底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 那为什么飞行员是 没有任何的反应 无线电静默无声就坠海 也没有说呼救 所以有可能是飞行员当时是 所谓的空间迷向 还说它已经昏迷了的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形 这个我现在讲 这个飞行事件发生很简单 不外乎是人为天气 跟机械三个因素所造成的 我要先帮我们的空军讲一句话 我们空军是很棒的 为什么 全世界F-16将近有 将近五千架的飞机 在全世界飞 但是到目前2018年为止 这一两年没有算 它摔了676架的飞机 那这个比例是多少 13.66 百分之13.6什么意思 100架就是如果说 那个国家有100架飞机的话 是要摔将近14架 同意吗 对不对 我们是150架 对不对 那应该就等于说 是要摔到将近20架 但是我不说用摔飞机 来比较说 我们很厉害 我不这个意思 我们飞行是很优秀 我们才几架 七架 再加今天这架八架 我们失事率是相对 全世界来讲是相当低的 我们飞行是很优秀的 我不是自己在 我自己是以退空军 讲那种屁话 真的是好棒棒的 不是说我们的事故率偏高 不是这样说 你看才八架 加今天这样八架 照理说是100架要摔13.66架 那你昨天那种状况 就是飞行员到底是 有什么情形 在高空 那样的高空 是会面对什么样的状况 好 那中将我这时间 可能要站多一点 我教大家讲详细一点 他们昨天是四架飞机起飞 那个蒋上校来讲的话 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已经是队长 上校队长 他为什么要飞到二号机 我们一般一二三四号机来讲 掌机叫一号机叫掌机 就是领导这另外三架飞机 二号机辽机 一般是刚刚倒对 就是菜鸟战略机飞行 我上次在节目也讲过 刚刚玩去的财色辽机 那为什么会是蒋上校飞 我当然再来讲 那三号机是小领队 什么叫小领队 就可以带到四号机 四号机叫做资深导机 这个形式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两机领队 四机领队 不管是白天夜晚 要带队起飞 都要经过考试 考试前怎么还经过训练 是一个很严格 所以我认为 蒋上校在当二号机 是在做一号机 我彩测在做一号机的考试鉴定 或者是正常的训练的情况下 他是试驾当中 他应该是经验最丰富的 他是教官的角色 他应该是掌机 最变自己之前 我认为是他在 就是说考核掌机 一号机 到底有没有能力 在夜间带四架飞机起飞 那以前我们F-51飞的话 来讲的话 我们是两架飞机编队起飞 或是单机起飞 因为F-16来讲 他飞机比较大 他重量将近是F-51 以前我们F-51或F-104的 一倍的重量 所以他可能跑到 虽然是197英尺宽 但是他为安全 可能就单机起飞 所以掌机起飞之后 二号机在起飞 我们有间隔一个间隔时间 在起飞 所以讲上校摔的时候 可能四号机还没有起飞 还在地面上 所以你说 如果说是编队情况下的话 我的了解 一不见 我马上就可以看到 就四架一序起飞就对了 对 一序起飞 好 那再讲到这个原因 我认为的话叫做空间迷向 空间迷向 我们从空间迷有一个 有个比较专业的简单的书语 叫做错觉 什么意思呢 那因为他在 他的谢日生 谢将军 他们的领导长有讲 天气是符合起飞 但是在什么 多少 在当地四千尺到七千尺 是密云 什么意思叫密云 就是所有盖子 黑乎乎的情况下 那个云可能是黑 而且昨天花园确实有下雨 所以那个云是黑云 如果白天看的话 也是乌妈妈的云 所以当你飞机一进去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因为我们飞机都有 那个航行灯 一般来讲的话 左边是红 右边是绿 后面还有一个防撞灯 白色啪啪啪啪散 所以你一进云的时候 虽然很黑 但是一散后 会造成你人的错觉 这是一个因素 飞进云里就完全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方向了 对 有可能就迷向了 对 所谓空间迷向就产生错觉 那错觉来讲很简单 什么原因会造成错觉 我们人类是靠什么来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 第一个来讲的话 是靠目视 眼睛 我现在眼睛看到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人体错觉 例如说我们今天做板凳 最常有些人习惯不好 看书的时候是撬板凳 一下就翻过去了 或者是自己下跳 没有翻过去 这叫人体的感觉习惯 还有一个叫前听器官 就是我们耳朵里面 有一个耳窝 它就是半规管 它有XYZ 三个向量的 就是那个淋巴液在流 那这个淋巴液在流的时候 如果说我在做一个持续 例如说我在做一个转弯的时候 久之后它会禁止 禁止的话 你事实上在转弯 你会感觉你是在贫飞 所以会感产生这种 转弯的时候 搞不清楚 以为是贫飞 对 所以整个乱掉了 对 感知系统乱掉了 没错 这个人就只有这三个的情况 那我可以给你举个 那可能观众听到 哇无啥啥 对不对 好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有做过火车嘛 对不对 火车 这两个火车停在一起的时候 有个火车开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 总算走好高兴 对你觉得你好像在后退 一看这两种 你是不是瞬间会有点小恶心 我是会有啦 我算飞机非常久玩 所以我就是有错觉 你就错觉 那个就叫错觉 那错觉在飞行的当下 飞行员知道吗 飞行员 他哪时候会察觉 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 这个就是中央 我想讲 那这个情况下 那我刚才讲 火车只有一点点 你有一点小度 飞机的速度 那么快的情况下 可能是10倍或20倍 所以很严重的情况下 所以这蒋上销 他一进云的时候 他可能就产生错觉 那错觉他可能就不知道 他的姿态是往上往下 往上往下也搞不清楚 甚至他可能感觉 忽然感觉飞机是往下走 往下走的时候 他可能就去带赶 或者是他觉得飞机 怎么一直往上 你是不是一起飞 速度又没有说很大 你往上是不是会吓一跳 人会推 因为你会失速 你一直爬升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推力 又没有说很大的情况下 或你载重很重 那飞机有没有仪器 可以协助你判读 你现在到底是往上往下 转弯还是执行呢 对 有一个叫做状态仪 姿态仪 你可以去判断你现在的姿态 但是我说过 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飞行员 但是各位是人 我也是人 你们进到这个错觉 我刚才讲的举例的火车 你可能要一分钟去适应它 我有专业训练过 我可能30秒 但是你知道像我们正常的 F16的飞机起飞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距离机场 大概三海里 我们都算海里 高度大概1000尺 你的速度就300海里了 300海里速度是不是很快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情况下 你的爬针过程中的话 万一你产生一个错觉 虽然你有6000英尺的高度 你我刚才讲 你虽然是感觉 你可能忽然感觉是往上 因为你进了园后 灯一散以后 你马上错觉产生 当然错觉产生有很多原因 例如说你的疲劳度 各方面都会造成 等等的很多原因会造成 所以有可能是把那个所谓的这个大海 当成了天空吗 就是你在往下的时候 没有 董事长面 他那时候是所有的看不见 就跟我们现在把摄影棚 关掉以后变得黑黑 你起来一起飞 可能花莲市灯光 甚至有点星星 当然那上面可能是命运 星星看不到 可能花莲市灯光看 你的体味感觉 视觉感 我刚才讲这三个因素 是 你这前两个都有 所以不太容易采出 那余教官如果发生迷象的时候 当自己觉得不退进的时候 要怎么办 马上反应吗 对 是不是跟塔台马上反应 不是跟塔台 跟谁反应 他为什么没有叫 他不像上次的F51 他会叫 要让他知道方向去快 但是我上次也讲过 最终处理还认在你 但是错觉产生后 人很讨厌的一件事情 当你产生错觉的时候 你会相信什么 你会相信你自己的感觉 不相信仪表 不相信仪表 对 不相信仪表 哪怕在支撑 因为我在讲个实例 我在讲个我自己碰到的 以前我在嘉义飞F51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有个叫做 东石那边叫做Kilo 1点 那是我们站管 跟我们塔台的交接点 就是我们到点后 要跟塔台去联络 但是好死不死那些 那边高度 那个点的高度是4000英尺 好死不死那边 一大坨乌云 当然我们飞的时候 我是聊机 我的掌机很自身 我们正常如果说是 晴空外地好天气 我们转弯是这样的转弯 叫T对转弯 但是均匀你T的转弯 你不好参考 你会撞到掌机的肚皮 所以要变成皮面转弯 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的转弯 在云里面 那个云很黑 我一进去以后 我都几乎看不到掌机 什么坐舱照看不到 只有看它那个灯光 我刚刚讲左边红 右边绿 我在它的这个右边 所以看到灯到叭叭叭闪一点点 我在跟到 但是我掌机很有经验 因为我一进去 我马上采成错距 你说你奇怪 你刚才前秒 人就很奇怪 就马上采成错距 一错距 我飞机就飞不稳了 我一开始跳 我那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我的掌机在这样子 你这样莫名其妙 所以你的感觉跟实际 可能完全脱离了 对 是不是这样莫名其妙 怎么掌机在4000英尺那么低 在那边做跟斗 在那边翻 掌机很有经验 掌机一看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兔 我们就要了解叫兔 兔我现在是平飞 那我看了掌机 我眼睛会看一下 我的状态 平飞 已经改正了 我错觉 那错觉是开始冒冷汗 想兔 我飞机员飞那么久 我会想兔真的 想兔 冒冷汗 我最后说时迟到快 我要准备跟掌机讲 我要跳伞了 因为我觉得掌机在做大动作 一直在翻 你准备要跳伞了 一直在翻 就一直给我乱滚乱滚乱滚 这样子 狭搞我一块编不住 一直在跳 掌机很有经验 掌机一看我就说 兔我现在是平飞 我刚讲过 我也看我姿态仪 也是平飞 但是人很奇怪 就是会相信自己感觉 仪表你就是会有慈异性 像掌机 他不相信仪表的指示 他会相信 但是他有延迟性 或者说时迟那时快 蹦出云了 晴空万里 奇怪 兔也不想吐了 汗也不冒了 奇怪全部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进入云里飞行 是一个危险性非常高的 要看情况 如果说你今天你身体 如果说你有点小感冒 那些疲劳的情况下 你会比较容易产生 所以那蒋上校 是不是刚好有点小感冒 我不知道 可能刚刚就开始 要有点感冒 也有可能体力会比较厚弱 所以有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说蒋上校 他很资深 我觉得他技术绝对没问题 他飞了1800多小时F-16 我跟你讲真的 我们的空军有讲一句 比较不好听的话 比连银都可以落地 他的技术绝对没问题 那还有一个状况 昨天是晚上 对 那晚上的这个状况 跟飞行云里 是不是那个效果是加成 对飞行为来讲是极大的考验 美国有做过统计 我们上海航空 航空医学有讲过 是晚上是白天的 多增加三分之二的几率 而且就加上 因为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你有天上星星 你有地面上灯光 你可能还可以做个参考 你还不容易产生错觉 但是说实时那时快 一静雨后 闪光灯一闪以后 你人就慌去 就跟你我们在暗房 我拿闪光灯笑一下 棒一招你会怎么样 马上昏去了 天旋地转 天旋地转 然后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这儿的话 你可能还骂我讲 像年华 你刚刚用散光中可以骂我讲 问题是你在飞机上的话 那个时间是很宝贵 300海里 虽然是个爬升 但是你如果你的角度很大 你就开始推 那可能不到十秒钟到海 照理说好像六千尺因此很高 它是六千尺 No 很低 战斗机那么快速度 十秒钟 就到海里面去